今天去逛水族店,看到营山卫有一家水族店里面专卖锦鲤 这条锦鲤算是镇店之宝了,特别特别大,能有三十多斤吧 老板说,它的这条鱼是从日本进口进过来的 逛运费就花了接近一万块钱 锦鲤呢,它的性格本身就是温顺型的 小锦鲤吃饭的时候比较快 大锦鲤呢,吃东西的时候就是有条不紊的,比较慢 像喂这么大的锦鲤呢,它们的鱼粮跟狗粮差不多大小 这个缸是一米八的缸,如果你觉得电费会很惊人 那么喂食的这个消耗更惊人 看它这张大嘴啊,个人感觉把拳头放进去它也能给吞下 把它跟人头对比一下,再跟手对比一下 因为这个玻璃啊,它是有折射的 如果你把眼睛凑上去看,就感觉它是更大的 这条鱼呢,已经五岁了 我们都知道黄金有价,玉无价 那么锦鲤在水族圈里面也是跟玉是一样的 所以它的价格呢,是没法估量的 尤其是品项好的锦鲤,像这么大的锦鲤,价格就几万了 或者拍卖的话,有更好的品项 几十万,几千万,几百万都是有可能的 水族店的院子里面呢,还有一只大德木 其实也不是大德木,它才四个月 看它的骨架和它的大爪子,正在吃这个升鸡架 再看一下它店里面的其他锦鲤 其他锦鲤呢,也不小 只是没有那只巨屋坝大 像我们整个青岛地区啊,说实话 很难找到比那只巨屋坝更大的锦鲤了